今天是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大家好 我是陈蔚 美国股市周一收高 银行与科技股领涨 技术面来看的话 美国三大股指 今天可以说都出现了关键的破位 不仅重新站上了50日均线 而且在日线图上 向上突破了9月初以来的下行通道 那这两个关键破位的出现 可能会有效改善近期的投资情绪 增添了多头的信心 后面就可能会让更多的投资者 有胆量开始加仓了 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 年底前市场的波动 可不会轻易结束的 除了美国大选以外 美国的财政刺激方案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周日的时候表示 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起草 规模削减至2.4万亿美元的援助方案 在最后一刻 通过财政刺激方案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 尽管如此 这份刺激方案的规模 依然要远高于共和党领导人 表示可接受的上限 同时 虽然民主党强烈反对 但特朗普对大法官人选 巴雷特的提名 在众议院中 以53比47的多数票 已经通过了 那参议院将在美国大选之前 迅速采取行动 确认巴雷特的提名 现在大法官人选 对于财政刺激方案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因为 当前两党的竞争激烈 可能双方只有 大法官人选彻底敲定之后 才有可能会进一步的 落实刺激方案 参议院可能在10月12日 就会对巴雷特召开听证会 并将在大选前 完成参议院的全体投票 这是有史以来 距离大选时间最近的一次 确认大法官提名的情况 所以留给财政刺激措施的时间 已经很少了 那如果财政刺激政策 再不出台的话 可能会给美国经济 以及股市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们发现 这次衰退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那就是经济的下滑 伴随的 却是美国个人收入的飙升 这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 财政刺激带来的结果 等于就是美国政府 在将财富转移给个人 而现在的财政刺激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个人总收入的30% 是美国历史上 最高的一个比例 当然可能有人 很享受这样的发钱措施 甚至不排除部分人不工作 比工作赚得还多 那某些程度上来讲 确实很难避免 养懒人的情况出现 但问题是 美国政府 现在也有点骑虎难下了 如果这种福利 发放速度放缓 或者说完全停发的话 那么因为财政刺激 而大幅缓解的经济崩溃 很有可能 就会以可怕的规模 卷土重来 而这样的结果 首当其冲的 就会体现在股市上面 当然长期影响应该不大 但短期内肯定会很痛的 那美国著名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的模型显示 财政刺激方案 在第二季度为美国GDP增长 带来了14.1%的巨大提振 而由于实际GDP下降了31.7% 这就意味着 财政刺激措施 就已经抵消了疫情 对经济近三分之一的冲击 那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财政刺激措施 美国GDP可能会面临崩溃近50%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 无论是否喜欢 美国人都需要更多的财政刺激 而美国股市 想要在大选期间重回涨势的话 同样也需要财政刺激 那眼下就有两个节点 需要特别关注了 一个就是 财政刺激如果能在大选前公布 肯定是最好的结果 这虽然不一定能够刺激股市大涨 但至少能够帮助股市 重启逐步走高的一个行情 而第二个就是 如果大选前不能落实 那就要关注大选后 最终的选举结果 何时能够公布 以及得到两党的承认 因为现在华尔街似乎有点这样的倾向 那就是已经不那么在意 谁会成为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 关心是否能够早点确认结果 最担心的局面就是陷入僵局 也就是说 如果投票结果很接近 输的一方不愿意承认的话 那就会开启漫长的法律和政治博弈 这对于金融市场而言 就是一场灾难了 那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 财政刺激方案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推后 带来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给股市投资者的建议是 近期确实有不少好股票 已经回调了不少 那大家即便已经开始又买入股票了 也请记得尽量不要满仓 因为波动还未结束 多留点弹药 以备不时之需 总归是好的 另外如果有朋友关注Uber股票 中文名就是优步 今天应该感到比较高兴 因为针对之前 英国伦敦的运营牌照 被政府撤销的诉讼 Uber终于取得了胜利 不过被批准的伦敦运营牌照 只有18个月 这大大短于2017年申请的5年 但这还是帮助Uber的股价 反弹超过3% 虽然近期有一些大型投资机构 已经上调了Uber股票的评级 例如最新就有花旗集团 认为可以买入了 但整体来看 Uber基本面情况还是不太稳定的 因此我建议投资者还是要谨慎 那虽然疫情带来了送餐业务的飙升 但在网约车方面 Uber受到了Lift 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严重威胁 尤其是自2017年初以来 Uber相对于Lift的应用下载 领先差距已经大幅缩小了 而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 第二季度财报中显示 Uber第二季度的收入仅为22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29% 这是他们收入跌幅最大的一个季度 那净亏损也是高达了18亿美元 更糟糕的是 Uber在自己的大本营加州 还面临着监管的挑战 之前由于加州法院命令Uber和Lift 要将其司机归为雇员 而不是自雇人士 那这两家公司就扬言要退出加州市场 因为这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但幸好最后时刻 加州法院撤回了命令 这才能够让这两家公司暂时不用退出加州 但这并不表示一切的结束 未来的隐患还是存在的 而在主营业务遇冷的情况下 Uber公司成立6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Uber Eats 中文叫做优时 这部分的外卖业务确实在疫情期间表现不错 为公司是挽回了一部分的损失 那在第二季度中 Uber Eats订单收入增长了113% 带来了12亿美元的收入 但他们扣除息税前利润 也就是Ibita 第二季度依然亏损了2.32亿美元 那眼下食品外卖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想要实现盈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Uber此前已经多年亏损 能否如愿依靠外卖业务 在2021年实现盈利 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他们的股价 目前也依然要比去年IPO时候的45美元 低了大约22% 所以建议有兴趣的投资者 还是要多观望一下 主要股指方面 道琼斯工业指数近日上涨了410.10点 涨幅1.51% 收报27584.06点 标准PRO500指数近日上涨了53.10点 涨幅1.61% 收报3351.60点 纳斯达克指数近日上涨了204点 涨幅1.87% 收报11117.52点 多伦多证交所综合指数近日上涨了177.46点 涨幅1.1% 收报16242.81点 黄金方面 12月黄金期货近日上涨了16美元 涨幅0.9% 收报每昂斯1882.30美元 原油方面 美国WTI原油11月期货近日上涨了0.35美元 涨幅0.9% 收报每桶40.60美元 布林特原油12月期货近日上涨了0.46美元 涨幅1.1% 收报每桶42.87美元 本周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即将举行的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 这将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9日晚上9点举行 整个环节有6个15分钟的主题辩论组成 全长是90分钟 一些策略是说 如果这场总统大选能够显示出某位候选人是明显的赢家 那么这场辩论有可能成为影响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技股在震荡后仍可能是热门股 但如果两位候选人的差距拉开 并且企业前景乐观的话 那10月份股市的基调可能会发生改变 例如周期股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机会 另外就是 本周还会迎来非农报告 但与非农报告相比 首场总统大选辩论对市场的影响肯定是更大的 也会吸引全部的市场目光 另外明日我们还需关注的就是 美国资商会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好了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 感谢观看